民政黨主席柯文哲一樣 每週二五早上七點坐鎮立法院黨團 頻頻現身也被綠營質疑是寄生國會 但他日前卻說是國會寄生自己 引發外界關注 民進黨隊友沒有什麼可以罵 就只能罵那些東西 目前黨團他一個月人事會是55萬 如果要支付 單獨那55萬那支付所有人事不太可能 所以變成我們中央黨部一定要貼錢 雇人再過來幫忙 但是國家給予的公費助理的原額是一樣的 包括助理原額數 包括助理的本薪 包括加班費年終獎金 加起來大概是66萬吧 是現在民眾黨似乎用喊窮哭窮的方式 國家沒有虧待民眾黨的立院黨團 那也勞煩民眾黨的立院黨團 要依循立法院自行的內規 柯文哲喊是錢不夠用 但綠營回唱別整天哭窮 吳思堯更諷刺民眾黨中央黨部明明距離立法院 只有650公尺走路10分鐘 柯文哲一日雙塔願意騎一日雙半卻不願意走 如果我們說了八個委員在加上他們的辦公室主任 還有黨團的工作人員全部移過去 那比較不方便嘛 所以有時候是課隨足便 一個人可以解決 所以有辦法搞得整個黨團要移動 不要把立法院的黨團辦公室來作為另一個黨中央來處理涉及民眾黨黨中央的例行事務 這明顯就是違反了立法院的規定 那同樣的呢也不要為難我們這些管控出入安全的駐位景 去辦個證件也比較好 不要每次都想要刷臉 外界還分析柯文哲行走黨團是想維持曝光度 因為現在黨內有雙黃崛起評分秋色 反觀柯的網路聲量往下掉 一日北高直播觀看沒破萬人 加上人事起牌間接導致民眾黨反感度破古城 四年後想捲土重來 聲量保溫成了他現階段大難題 美新聞綜合報導